汉语拼音是中文的语音系统 而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音调 如果音调错了 那么意思也就完全变了 普通话有四个基本的声调 每个声调都有其对应的声调符号 拼音中的一声是高音的连续声调 就像高声朗课ABCD 二声是声调疑问调 如同喊吃惊的啊 三声是拐弯调 坚毅厚仰 就像犹豫不决的好 四声是急促的降调 就像果断的是 另外 拼音中还有个声调 就是轻声 发音轻促 没有声调符号 例如 是吗 很多初学者 难以准确掌握 第三声的发音 这里有个小贴士 可以帮助你改善 就是用你的食指 来引导你的发音 像这样 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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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样 希望这个小贴士 对你的汉语学习 有所帮助 谢谢 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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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